男人一脸胡子拉擦 诡异地站在广场中央 接着射击一口气 突然张开可大的一道小嘴 周围的学生听到后 纷纷死了过去 四扬八扎地躺满了一地 经济一分钟 十几名学生 纷纷倒在了他的嘴下 十五公不仅针对人类 就连路过的小鸟 也得从天上掉下来 当中手里掌握着一个艺人家族 各个武功高强 但是他们全被神的局 关押在了监狱里 为了报复神敦局 大壮把他们全部救了出来 因为他天生看不惯 神敦局对待艺人的恶行 但很快 神敦局又来到广场寻找他们 警惕着大壮 只允许他们进来一个人 艺人组立马上前包围 就在下一秒 神敦局绑架大壮的女儿进行危险 可大壮看到这一幕 内心完全没有反应 因为他女儿威娜也是神敦局的人 他们不可能互相残杀 随后拿起话筒 递给了社后宫 没等他去张嘴 一个蓝色的空气罩突然出现 从里面散现出来一个无野男 随后带着大壮 一瞬间没了人影 情况不妙 吃偶攻立马去抢话筒 当然神敦局的人也不是吃醋的 大壮是上前引咎 面对弱小女子 神敦局两三下就被扔了出去 然后一个野牛冲撞 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拼得你死我活 渐渐的 艺人组一个个的被放倒 这一切 却都被刚觉醒的威娜看在眼里 她难以想象 通为艺人的自己 以后会有什么下场 威娜体内的振波能力 开始逐渐失控 整个球场都恍如地震般颤抖 可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她把身体憋得通红 最终阴倒了过去 威娜的明显行为 根本骗不到神敦局 于是就把她安置到了 荒郊野外的一个安全屋里 让她远离战斗 直到她体内的超能力彻底消失 到了晚上 无野男突然敲向威娜的肛门 她也是异能族的一员 失去了双眼 只是觉醒的表象变化 她觉醒的异能 是可以随意闪现 穿梭到世界任何角落 以一时感知身边的一切事物 艺人族天生遭到神敦局压制 所以觉醒的艺人 都被自己带到了另一个国度 那里十分安全 无野男温温娜 是否要跟自己过去 没等她回答 说完便笑了笑转身离开 然后威娜来到洗手池旁 猛然间发现 自己的艺能已经完全决心 完全可以控制任何事物 她会心一笑 看来是时候需要离开神敦局了 还没等她离开 房间的灯光突然不明 威娜着急忙慌地往外跑 结果神敦局的飞机 已经出现了掃空 好威娜成为反派 被森林大面积收场 并派出大量的福布勒活作威娜 很快 一名士兵就和她相遇 两人见面就打在了一起 此时威娜已经完全决心 一个过肩摔 帮得一拳直见 No! Sky! 威娜的潮能力 把方圆两公里的生物全部振飞 就连她自己都静呆了 不敢相信自己在防御的情况下 能释放如此大的魔力 她认识到了自己的危险 于是呼叫无言难 Gordon 这时影片结束 神敦局他们 或许并不是想要控制一人族 他们也只是想保护人民 可一人族他们的超能力 是无法控制的 他们只能前往另一个国度 用消失的方式 来保护现代人民 随便 请